昭華園黎明男子2號凌晨9後開車 出門失控自撞 不僅撞倒電線桿 還撞進民宅7樓梁柱 男子肇事之後直接離開現場 還打電話找爸爸搬救兵 7到8分鐘之後才回到現場 甚至扯謊說有找代駕是代駕落跑 不過謊言被警方戳破 因為車上只有他一個人 加上男子酒測值高達0.76 被依公公危險追送版 黑色轎車高速過彎失控 整輛車撞擊路邊電桿 強大撞擊車子直接打橫 衝向民宅撞上騎樓梁柱 才停下 瞬間煙霧瀰漫 巨大撞擊聲響也嚇壞 附近民眾 差一點百萬名車就回了 差一點沒有撞到 大家都好幸運 這位女車主價值百萬的愛車 就停在路邊 和肇事車就僅僅一步距離 幸運沒被波及 自撞車禍就發生在彰化園林 2號凌晨4點多 38歲消息男子在家喝完酒 開車出門要買宵夜 沒想到行徑萬年路的轉彎處 失控自撞 不僅撞倒電線桿 民宅騎樓梁柱的磁磚 牆被撞破一個大洞 車子也撞爛 詭異的是 消息男子撞車肇事後 人竟然離開現場 直到打電話 找了爸爸和友人到場 才又回來 而且上了救護車 還謊稱說有找代駕 但車上從頭到尾只有他一個人 送醫後酒測值高達0.76 當場出破他的謊言 疑似因不勝酒力 治狀頭部及手腳擦措傷 消息男子酒駕闖下大禍 還找爸爸當救兵 這下不僅觸犯公共危險 得面臨開罰最重12萬 吊罩吊牌 連同撞毀的電竿和民宅損失 也得一併賠償 接著我們正話 參謀